一同穿粉红色衣服入镜 举杯共饮下午茶 11号 陈水扁在脸书贴出两张 与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赖清德的合照 引发关注 陈水扁还在照片下配了简短的一句文字 两年未见的赖清德与陈水扁 共同举杯为台湾祈福 据悉两人当天具体聊了什么 陈水扁并没有透露 而陈水扁儿子陈志忠表示 应该没有什么 只是很久没见的朋友聊天而已 不过考虑到赖清德当天 还会见了所谓喜乐岛联盟党主席罗仁贵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赖清德自从在民进党内2020初选落败后 就很少露面 更远赴境外 不久前才反抵台湾 其最近的一次公开露面 是4号现身台南亚太棒球村观赏棒球赛 之后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证实 5号曾与赖清德会面 并否认了赖清德 婉拒民进党将之纳入 不分区民贷名单的消息 向他报告也说明一下 最近一些状况 来听听他的意见 不分区的什么说明的报告的 承诺的拒绝 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赖清德11号 接连拜会所谓独派大佬 是为民进党寻求整合 还是谈他个人的合作 引起诸多解读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蔡赖慧似乎遥遥无期 赖来会好像还没有下 我也不知道 赖院长对于参与和协助 民进党在未来半年 这么拐台湾关键性的选战中 他会跟我们站在一起 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